欢迎来到北岛雍频道,今天是2021年2月16日,第217集,我们今天的题材是《汇丰即将派成绩表》。 我们在对上一集第216集的时候,就说我们以后的投资,就要了解一下自己的投资需要。 虽然没有中资股拍的视频那么受欢迎,但一样是超出预期的。 在这里要多谢大家的捧场。 今天恒生指数升得很漂亮,大家都应该很开心,因为开了个红盘。 不过,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汇丰。 汇丰即将会派发成绩表。 这个成绩表将会在下星期二,即是2月23日,董事局会讲一讲业绩的报告是怎样, 而且会考虑排不排息。最重要就是这一点,排不排息。 因为汇丰银行的业绩一定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肯定的撥比会大量增加。 很多的证券商都估计,这个税前的盈利大概是介乎78亿至100亿左右。 这个是税前,要扣完税之后就更加少了。 大概每年,如果以年计算的话,应该会跌大概三成半左右。 这一次贴三成半不是重要的问题,谁人都知道环境不好的。 最重要的是派息和什么呢?派多少息。 因为这件事是对我们全香港很多人都是很决定性的一个重要环节来的。 汇丰银行的盈利有一部分就是来自她家子公司,就是这家11号的恒生银行。 恒生银行最近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是关于她前年的业绩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回她的中期业绩是跌了33%, 但是还可以赚超过91亿元,其实也很不错。 每股的盈利上半年来计算是有4.64, 两次的派息加上就是派了1.9,其实派少了32%。 如无意外,如果下半年的业绩是保持稳定的话, 理论上它可以派多些少。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可能是今年之内就会过去的了, 因为我们有疫苗嘛。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令到股价也可能有些帮助。 恒生银行现在的股价最差的时候就是在9月中或者下旬。 那么它的股价就跌到111元。 不过它其实也慢慢爬上来了。 现在过了三几个月之后, 其实它的股价已经去到超过150元。 如果你说它不能升的话,又不是。 它的股价都密密地升了36%。 虽然没有汇丰银行那么厉害, 如果是28元以下就弹回到40多元。 有超过50%的进账。 但是, 说真的, 恒生银行比较稳打稳窄, 有36%的升幅已经很不错了。 等着派息就更加适合了。 虽然汇丰银行全年的业绩还未公布, 但是也有很多证券商陆陆续续都在预测, 究竟税前的盈利有多少。 如果看得好的话,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这个麦格里, 它就会看大约是100亿美元左右。 税前盈利, 跌幅大约是25%。 但如果看得差的, 譬如这个海通证券, 就看它连78亿美元都不够, 会跌41%左右。 其实2019年, 它的税前盈利也有133亿以上。 其实也算不错了, 不过今年2020年, 其实经济环境是相当差劲的。 其实税前盈利未必那么重要, 不如看看我们的纯利更好。 证券商也有估计过, 最差的位是摩根士丹尼, 估计大约是30亿美元左右。 如果我们当回率7.8来计算, 当回率7.8来计算, 834来计算大概是240亿美元左右。 与去年2019年比较, 有接近60亿美元的收入, 其实真的跌了一半。 没办法,希望它可以继续做好一点。 我很久之前拍过汇丰的视频也说过, 其实汇丰是有一个基金专拿来派息的。 当时的基金,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就大概放了300亿美元在里面。 但是这次会派多少的股息呢? 房间的证券商有不同的估计方式。 他们就估计2020年和2021年派息的预测。 最差的是2020年海通国际, 大概是先派九尾仙, 有得派得比没有。 最乐观的是国泰军安, 大概会派21线美元, 不错的。 到了2021年, 大家前景都觉得挺好的, 所以大幅调高这个息口预算案。 其实以现在汇丰银行, 虽然它现在还没收市, 大概是在做44.7%左右。 其实如果我们计算回报率来看的话, 2020年最悲观的回报率, 股息回报率大概是1.57%, 最好的话大概是3.66%而已。 不过去到2021年的话, 情况就会不同了。 股息回报率可以达到3.31%, 至最好的时候, 可能会达到100%左右。 但是, 最后还是要看看这家公司的预测如何。 其实现在英国的疫情, 听说是会和得挺好的。 已经有1,500万人 已经接种了疫苗, 大概占人口22%。 如果感染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 可以大量缩减的话, 相信英国政府就会放下心头大石。 对这些银行要派股息给股东的话, 应该不会有那么多制爪。 我们密切留意这个疫情在英国那边的发展状况, 我们就大概知道, 汇丰银行未来公布业绩的时候, 派股息的情况, 应该都可能会比较乐观些少。 汇丰银行的股价表现, 其实也令很多股东非常失望。 在这幅图里面, 你可以看到 就是横跨1年的股价走势图。 最高峰的时候, 就是在上一年的这个时分, 大概在未公布业绩之前, 就是接近60元的时候, 我在这段时间帮小孩买了汇丰银行, 想着可以收到股息就当利息派给他们, 谁不知这个行动就失败了, 因为汇丰银行最后是不派息的, 那也没办法。 其实因为不说派息的话, 股价就一直跌下去, 最低的时候, 大家想都想不到的, 可以是跌穿28元的, 不过它也有点反弹力的, 反弹到现在也去到45元左右, 也比没有好, 如果再跌下去的话, 其实对大家都是没好处的。 那你说现在值不值买呢? 如果我们看回这个RSI的话, 其实它也接近65左右的水平, 很接近70元, 所以如果有股票在手的话, 理量上就要等多一会儿, 如果它真的能够升穿70元的话, 很可能就是一个放售的好机会。 至于是不是呢? 我们再看下去吧, 因为它之前在上一年的11月底12月, 它也试过升穿了RSI的70水平, 当时也是在大概这个价格左右, 43-44元左右, 所以我当然希望这一次, 如果再升穿70元的话, 就可以令到这个股价是升得更加高的。 如果它可以去到50元的话, 那到时就会比较安慰一点。 但是, 可不可以去回我这个59元? 我也是不太抱着乐观的态度了。 总之呢, 就慢慢等了, 有机会的话就希望最好了。 最近这个证券行高盛亦发表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是说, 根据它估计, 汇丰银行的管理层应该会重新考虑过, 它的营运策略方面也会有少少的改动。 其中包括什么呢? 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 之前已经说过就会有大概1000亿美元的不是那么漂亮的资产 就会脱离这个汇丰银行的。 那现在就可能加码到1250亿美元了。 那如果是脱离了之后, 其实汇丰银行可能会更加紮实的, 那些资产会更加英俊的。 不过, 脱离了那些的话又怎样处理呢? 那这样东西就要等这个管理层 给多些消息我们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的。 至于它那个三年计划怎样去折省成本呢? 亦都由原本想着可以省到45亿美元, 再继续加码, 想着可以省到70亿美元。 省钱是好的, 因为如果你不能够 拓展业务的话, 可以省回成本的话, 一样可以将那个盈利推高的。 不过在所难免都会有很多 员工可能会被人裁员的了。 不过我们香港是帮汇丰银行赚得最多钱的地区, 希望它就高抬贵手, 就不要在香港动手了。 汇丰银行贵为这个环球性的银行的话, 它业务就是遍破世界各地的, 所以汇率对它来说都可能是很大影响的。 因为它是以美元作为一个单位 去报告它的业绩的。 你看到这个表里,最近我们发觉了 欧元、英镑、 澳元、 纽元、 甚至是家元 都升得非常漂亮的。 升起上来的话, 对当地的业务上来说, 是很有帮助的。 可以令到汇丰银行 很可能因为这样 赚多了钱的, 或者业务倒退是可能没那么厉害的。 例如这个欧元, 其实从最低位的时候, 升到现在的9.4%的水平 已经升了大概13.7% 那么英镑就更厉害。 由当初跌穿了9元, 到现在已经升了20% 非常之有帮助的。 至于澳元就更加厉害了, 从最低位到现在就升了35% 至于加拿大的加币 都升了大概14%以上。 那种种的原因, 告诉大家 如果美元积极的话, 其实可能对汇丰银行 业务的表现 可能好很多的。 那我们尽管看下去吧。 不过, 同场就希望加映就是 李泽巨的1038, 就是长江基建。 其实不单是长江基建的, 其实整间公司的很多 业务都是在这几个地区里面的。 欧元地区, 英镑, 澳元, 家元这些地方。 所以最近 如果这些货币升值得那么紧要, 对它在3月中公布业绩的时候, 相信可能会很英俊。 所以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长和是这几家公司的股价表现。 又要做下这个文章推介了, 新年流流想说一些比较大家都开心的东西。 所以这次我写了这篇文章, 就是叫做 2021年 不败的股票。 什么不败股票呢? 大家进去看看, 看看有没有兴趣。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考虑做多些的搜索, 然后看看如何投资在这家公司身上。 地址就在这里, 希望各位 进去帮忙看看。 如果看完之后, 希望各位可以帮我按一按前后左右的广告, 就可以了。 在这里 再一次祝福大家, 投资是顺顺利利的。 恭喜发财。 今年疫情相信现在已经有转机了, 希望慢慢缓和之后, 我们香港经济就可以慢慢好。 希望大家满意这一集的内容, 也希望各位帮忙按一按广告, 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我这条影片给你的朋友, 和给like赞下就最好了。 希望各位在2021年里面, 都可以接到很多很多的财神。 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和投资顺利。